恐怕就有很大的危險 所以我覺得丁守中在台北這一盤 看起來不管你現在拿到的數字是怎麼樣 看起來還是落後 你要不要為了丁守中而犧牲韓國瑜 也就是如果你讓強迫韓國瑜去幫丁守中站台 這對高雄選舉是沒有利的 因為丁守中跟韓國瑜之間的形象衝突 會讓韓國瑜的新韓粉 覺得那這樣我不是在支持國民黨嗎 當初我不是說因為全國沒有柯文哲可以投 所以我在高雄可以投給韓國瑜嗎 這個意念一產生 對韓國瑜本身是不利的 尤其是韓國瑜 其實我們這樣講 這個韓國瑜在高雄的馬拉松 已經進到最後一個月 坦白講兩邊都累了 你看看最近韓國瑜是不是很多阿里布達的失業 我可以確定我跟你講 陳情愛陣營士氣大正 因為他知道現在看起來只要跑長42公里馬拉松的最後一公里 韓國瑜確實累了 他累了之後他在其他人的訪問之間或是致辭之中就會露出破綻來 所以他們就把陳其邁的整個形象恰強 雖然商品本身在這個還是可以有改進的空間 但我跟你講整個我們補一個有趣的八卦 整個民進黨的體系開始醒過來 你知道他的進辦已經成立了嗎 雖然講起來很好笑 他本來沒有要成立競選辦公室 但是10月以後他開始成立競選辦公室 而且我們之前一直講三三大會戰的那個造勢啊 民進黨接下來已經公布了 你齊山來一場 我跟著在禮拜六來一場 你週間辦 你週三辦 我週六辦 然後你這個岡山有一場 也是週四辦 我跟你週六來一場 所以整個高雄的場子就藍綠大對決 而且他次次他已經進入咬合戰 就是你這邊辦一場 我接著就在更好的時間點 全面動員咬你一場 那你一場接一場這個目的 就是我把你所有動員來 你王金平下了棋 我接下來下一個黑子 我把你前面棋全部吃掉 他最後甚至下到超級星期五 那一棋最後的大動員跟大造勢下鳳山 也就是你在鳳山站起來 我最後一天我回房鳳山 人口最多票最多的地方 我把你全部推過來 所以坦白講 我們之前一直叫民進黨 但民進黨要醒過來 睡屍也是有睡屍的能力 他現在如果已經醒過來的話 整個高雄盤會打到原來的五五波 但這時候如果藍綠很貪心 藍綠說啊 你韓國語不錯啊 你韓流來來來來 來我這邊沾一點 來那邊沾一點 來這邊趁虛攻一下柯文哲 搞不好韓國瑜會被你overuse 就是他如果是一個好產品的話 現在是靠大家對他好感 就國民黨有可能雙贏 但是國民黨北高也有可能被雙殺 對 就邏輯上是這樣嗎 如果你今天為了支援目前看起來還是落後的丁手中 用過了韓國瑜的信用度 那導致柯我們這樣講這是很妙的一個狀況 叫柯寒分裂 柯寒分裂對於一個五五波 是柯寒分裂還是柯寒對戰 柯寒只要分裂你北高都有危險 你等於為了救一個丁手中要犧牲韓國瑜 請國民黨自己判斷一下 到底是收復高雄重要 還是奪回台北重要 而且這個狀況的結果 就是寄生於河生亮 他最後很有